今天會造成連署戰這麼的冷清 當然民進黨要負責委員 為什麼 民進黨今天在幹什麼呢 民進黨錯過了一個幫宋楚瑜最好的機會 宋楚瑜只設了46個點 你們只要小小的動員就把這46個點全部都塞滿了 你難道等到接下去 這種門前冷落車馬吸的時候 你才開始做動員嗎 今天是幫宋楚瑜造勢的非常關鍵的機會 結果你民進黨竟然沒有動 你覺得唐小龍陰險的地方你知道嗎 因為民進黨根本沒有把握說 宋楚瑜出來到底拉誰的票拉得多嗎 他兩邊的票都拉你 你怎麼覺得說宋楚瑜一定拉派對票 當然是對民進黨來講 這是最關鍵的勝選的因素 如果沒有宋楚瑜 民進黨已經沒有希望了 但是因為宋楚瑜參選 民進黨又得到了勝選的希望 但是今天是非常關鍵的時間點 民進黨竟然毫無所絕 沒有努力的去動員 他就設了這麼少的點 你們只要好好的匯集一點的心 地方黨部稍微 大家就都去了嘛 對不對 地方上面的這麼多地下電台 都已經都在叫了 今天不不動還帶何時 蕭龍老師 蕭龍老師所謂的 綠營會暗中幫宋楚瑜 蕭龍老師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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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本來拿的就是藍綠的票 藍綠都有的票 是的 因為我們在經過一個訪調 一個訪談中間 我們會知道 現在有很多人 今年中華民國建國百年 一百年前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然後第一個選舉就是藍綠綁架 兩黨壟斷 我想第二個一百年不要再有這樣吧 所以要突破藍綠壟斷 藍綠綠的地方在哪裡 馬英九都不擔心 他如果擔心宋楚瑜是個因素 他是個人物的話 他早就要去跟宋楚瑜好好的溝通 不要等到前天再發一個聲明 對 拖到現在就表示 馬英九一點都不擔心 唐俏龍老師在擔心些什麼 但是親民的民進黨一定要擔心 不過話說回來 他在花蓮設點 大家都覺得說 因為傅崑吉的關係 我覺得那個對宋楚瑜是不公平 因為宋楚瑜在花蓮 本來就很強 當然 宋楚瑜在當省長 其他的各縣市我不敢講 可是我真的覺得宋楚瑜 在客家的居住的區域 跟原住民居住的區域 宋楚瑜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 而那種的心思跟功夫 那不是一天兩天的 那個也絕對不是說 2000年我還你個人情之後 就一筆勾銷的 他是真的是在地的那種跑 你要知道在那種3D部落裡面跑 而且花蓮總共也才不過30幾萬人 以一個政治投資的角度來講 是非常不成比例的 就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在一個人口這麼少的縣分上面 去經營 那個是會讓 就是說這些原住民的這些部落來講 他們是真的是會被感動到 所以我曾經在 我曾經在200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時候跟著他們去選舉的時候 就反正跑選舉攤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宋楚瑜在這些 我們其實不太熟悉的 這些原鄉部落裡面 他對那些原鄉的熟悉度 不只是議題 而是對那些人 他看到那些人 其實我老實說 同樣的一群人 站在連戰面前 連戰一個都不認識 但是宋楚瑜各個如屬家 那這當然有距離的關係 因為宋楚瑜是神長 他跑的時間多 可是即使我猜想了 我如果是神長 我也不可能做到那個樣子 所以他從花蓮起步是有道理的 好 那整個來看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就講 那從花蓮起步 也看到宋楚瑜 在那個地方喊 花蓮相關報導 可是分別我們剛剛前面也講 那林瑞雄 結果最後在哪 照理來說 今天如果營造大氣勢的話 一定要一起出來 一定是這樣嘛 就是說 鄭總統參選人要在一個地方 副手在一個地方 南北呼應也好 東西呼應也好 某種程度這樣是應該合理吧 說不定他正在家撲掛 那樣鬼神報告 像鬼神報告 神鬼有之 對 其實剛剛講到說那個花蓮 其實你要問我 我會覺得那個花蓮 那個場面有點冷清 但是向隆你也不用太悲觀 剛剛老大說 他第一天就五萬份 所以民進黨的貢獻一定有 因為那天溫生有說 我們有個書店很綠的 已經老早在動員 所以這個 所以這並不是我的摘張嗎 你不知道 民進黨有很多權利 所以你不能 你不能用這種方式 但是我是覺得 因為花蓮 花蓮雖然只有三十萬人 但是傅崑奇是縣長 照理說 那今天的那個場合 應該更熱鬧一點 以傅崑奇在花蓮的能耐 沒錯 那傅崑奇應該陪他 站在那個地方一起 像相親包打 講到那個副手 我會覺得說 老實說啦 你真的應該要出來 因為畢竟你的知名度不是很高 但是你現在要成為被連署人 你不能把責任全都丟給宋楚瑜一個人 雖然當然宋楚瑜是主要的 他知名度也高 然後大家對他印象也深刻 他當然是一個主帥要帶頭衝 可是你總不能躲在家裡頭 你都不分擔一點責任 而且趁這個時間 你不是正應該去跟民眾面對面嗎 你要讓人家知道你是誰啊 否則人家搞不清 因為完全不知道你哪位 就連署的時候 怎麼還有一個姓林的這個人是誰呢 所以你應該要把握所有機會 畢竟時間不長 你只有45天的時間可以連署 所以他應該拼了老命 儘管他已經72歲了 你應該拼著老命 到處能握幾隻手 就握幾隻手 能多一張連署單都是好的啊 不過剛才蕭龍在講的 綠營有沒有可能在裡面 扮演某種程度的角色 廖大你會不會覺得 光這樣子就會對你們 我首先要第一點 今天我們是刻意 親民黨全部沒有動員 李老大講說 今天故意不動員 這真的是打破違反 我們所有過去台灣 大大小小選舉的嘗試 我真的覺得 其實在選舉裡面 那個勢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知道 在我們的這些支持者 在這些民眾裡面 很多人他第一個 他討厭他投廢票 所以為什麼大家在這次講說 希望宋先生講清楚 那你是不是參選到底 那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你今天不管你旁邊有多少測試 或子弟兵說 宋主席一定參選到底 那為什麼宋先生不能講呢 今天也公開啦 今天在第一天造勢 如果說今天宋先生就講說 只要過門檻 我宋楚瑜選到底 我跟你講下午一定有很多人 跑去連署了 因為你很清楚吧 你知道他一定會出來選 這就是一個事 因為很多人不喜歡去投廢票 所以什麼廢票聯盟啊 或棄保 棄保其實很多人就說 我今天希望我投那個票 那個人會當選的 而且在台灣的政治情勢裡面 確實很現實 你現在看那麼多政黨 西瓜黨最大啦 很多人就這樣嘛 開始選邊站 不過剛剛時期 我覺得剛剛你這樣講 我覺得因為林瑞雄老先生 我非常尊敬他 我覺得對他有點不公平 因為他事實上 這次是很倉促的被請出來 而且對於選舉 他是一個政治素人嘛 所以要選舉造勢 清明黨裡面 從宋先生到他所有的 他的子弟兵 都非常鮮熟 這些選舉的招數也好 或造勢也好 以今天花蓮來說 如果說今天造勢 是如果他今天去看傅昆琦 那傅昆琦真的說 我也願意出來 來幫宋先生連署 我覺得今天是 又完全不一樣吧 你應該講說 傅昆琦應該在今天 在病床上撐著病體 走下來 然後陪著他一起走到連署站 那個氣勢感覺完全不一樣 有情有義 然後在最艱難的時候 在他的子弟兵 還願意這樣支持他 那我這樣很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很感動 我覺得百萬連署啊 就比較容易達到能力 你就一定聽著宋先生那次講 他在當天講過一句話 我們完全不用傳統的戰術 所以你傳統想到的 不會是我們用的方法 OK 所以你先講第一次 我們不是說今天故意 軍民有要 今天要動員 還有一個你說宋先生 你什麼時候選一選 很多人叫宋先生選 你就看賽德克巴萊那個電影 很多人跟那個莫拉魯道說 你不能再人 不能再 波拉魯道你等了那麼久 你一個老英雄你就這樣嗎 那莫拉魯道最後很簡單 你各族能來多少人 十個族是不是都來 十個族是不是都是賽德克巴萊 賽德克巴萊是原主名化 就是真正的 真正具有祖靈遺性的血性的漢子 那是不是都來 那最後他們講說只有六個部落 最起碼三百多人可以搞 OK 一樣的道理啊 我今天看你那麼多人叫我選 那我要看看聯署到底多少 所以我也不給你刻意動 我就看你這個動員力 對不對 所以他也講清楚 對不對 但是他講十個族都來 我就物色世界 我就起誓 但是他六個族來 他也起誓 所以他今天一樣的道理 有100萬 100萬我一直選 30萬絕對不選 但是中間呢 他中間是有一個那個 這才是一個很認真的 不是還是有一點矛盾 你就說他今天刻意不動員 然後你又有在地下專 那個是在動員 不是 他不動員造場面 對 就我要跟你講清楚 但是真的選舉 是真的還是要有 不管你是不是傳統或者非傳統 或者上網路去打都可以 但是就是說 我們常常選舉就是 最後一天你去看場子 那個場子勝出 最後一天大家一定要把場子弄起來 那個事實很重要 不過從剛才那個對話裡面 你就曉得 原來賽德克巴黎這部電影 在這次選戰裡 扮演演員的角色 其實這次宋楚瑜最重要的 連連署戰 當然是看不到的 因為他當然是民進黨 在各地方的地方黨部嘛 你... 你們看民進黨的黨部 如何有進化的去主 去去動員 讓你那些支持者知道說呢 這次呢 雖然說你簽了點名 你說的 我覺得你可能 我覺得你講這句話 民進黨各地方黨部 動員我想你侮辱了民進黨 更侮辱到親民黨 民進黨沒有錢 還去幫送他們去動組織 你知道一個民代他要動組織 其實是要花些力氣的 當然會啊 當然會 他自己選舉都顧不完了 不可能說黨部真的動 但是如果說從戰略上面考慮的話 你從一個地方黨部的角度來講 你當然要想辦法讓支持者 知道這件事情其實是可以做的 但又不能夠明講 這跟台獨是一樣的 可以做 但是不可以說 或者可以說 不可以做 就你在中間的行跟言跟行之間 是可以是可以區分開來的 但是送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覺得第一天的動作 看起來不太像是有準備了 跟他提副手的事情是一樣的 因為他會引起很多 可能要支持你的人 會對於你的參選的意願 會有更深的疑慮 這件事情是不是不好的 好 那整個所謂的疑慮 當然如果要一個一個 剔除來看的話 有一項就是剛才 其實張龍一直剛才提到 就是講說 送的民調的支持度 或是說那個連署到最後的分數 到底會有多少是在投票的時候 會投給送的 或是說那些人有多少是 所謂的綠的人 只是在過程當中用那個技巧 希望拱送出來的意思 溫申哥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你所瞭解的原因 真的有人會去嘗試 去做這樣的動作 比例算高嗎 比例應該很高啦 問題是不能說的秘密啦 就是說你 溫甥我愛你 你為了溫甥 好好啊